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想起玩古董了 最晚进门 可是破产了 经济不好了 最先拿出去卖的就是这没用的东西 所以按说他们说这种金融危机的情况应该是好东西出来了 他们都拿出来换钱 再一个应该是卖的便宜了 理论上是这样 但是实际上不是 为什么呢 艺术品盘子是非常小的 这是很多人忽略了 过去因为玩的人太少 今天玩的人多 盘子就非常小 你比如去年 2008年 全国累计统计 而且我觉得还有虚数在里头 它是200个亿人民币 全年全中国 那么200个亿 你跟石油比起来恐怕就是一天的交易量 就很低了 它没有多少钱 那些资金 比如房地产基金 还有什么石油期货股票 这些人一旦撤出钱 往这里一进来 你马上就人买为换 所以它就不可能出现那种情况 再有 艺术品盘子有一个极大的好处 除了你买回来能够欣赏 能够吹牛 你不能跟人说 我买了多少碳石油 这怎么吹 没有多少股票都不能说 我今儿买一张货 其实这货没多少钱 可能你花100万块钱 或者几十万块钱 你都说这怎么回事 将来值多少钱 它的预估 对 它的预估呢 还是一个无穷尽的 马先生这次在这个拍卖上买了什么 怀着这个浓浓的仇富心理 我们来观察一下 这是香港买的 这个香港就是我去晚了的好处 就我在这个今年春天的这个整个的 全世界这个范围 那个范围内买的这个艺术品 大约30件啊 就两件低于预算 这是其中一件 减漏了 减一香港漏了 减一香港漏了 现在他都给人盯上了 就是啊 所以就是看看跟着你走 只要你一出价 他们就跟着往上一顶 是吧 他是这样 就因为这个行业呢 就是为什么回报率很高 但是很进不来呢 就是技术门槛高嘛 嗯 那有的人他跟你不认得 他来问你 你也未必能跟他很耐心的去说 是吧 另外他问的那个东西 正好是你想买的 那怎么办呢 就冲突 而且按说你这个做咨询都得要钱的呀 要钱的是 那是美国人 那是美国人 中国人不行 中国人一要钱的人背后肯定说我孙子 说那人才孙子 我问呀两句话都要钱 那不行的 那么 那么有的人就比较机灵 他就在这个行业里找明白人 他不认识你没关系 他弄一盘 他算好 他在你身后的 你身哪个 他身哪个 他说你敢身30万 我就敢身32万 我就两万块钱风险 但这个东西呢 所有的技术上的保证 都是你前面帮我做了 对 我说那你可以阴他呀 我可以阴他 那可以阴他 您看一假东西 就举着举着好 你不举手了 那问题是 问题是 不是不是 有没有必要问题 他在暗处 我并不在 我在明处 我永远阴不着 我有一个朋友 就你知道吗 就是就是五百万 你说当时他就是 就是他呀 本来应该跟我这个专家 这个专家朋友一起去 但是呢 他早去了 他那天 他早到了 那那几个专家朋友 还没到 他就说我也举一举吧 看着一个一个话 其实是现代的 就这么这么这么一个话 啊 还是画的一个美女 对吧 他觉得也挺漂亮 然后呢 这个也举 那个举 他觉得现场气氛很热烈哈 举一举 举到五百万 就一举 画 这看就下来了 这帮人不定是托儿 还是什么的 结果就拿回家去吧 老婆也不让挂 就你在家里挂这么大美女 干什么呢 就不在仓库里 这还是老实人 不会像咱们的圆明圆 那叫什么兔手 我举完了 我溜了 我就不买 不出这钱 这蔡明超最近 我听说他又买 买了一个啥东西 是吗 我听说他在 我看报纸上新闻 说他在修复形象 就是在买点 自己的东西 修复形象 他具体买什么我不知道 我看这报纸上 就还说 所以我就跟他们这些朋友接触 我就觉得 咱这个人 是不是得懂得点谦虚 就世界上大部分的事情 咱们都是外行 我就有时候觉得 怎么中国很多人 他怎么就那么觉得 自己什么都懂呢 其实很大程度上 可能是媒体 或者别有用心的人 珊瑚起来的 你比如报纸上 那天有个评论 就在问 说现在这网上的 这种跟着 瞎起哄的这些人 从来都是什么呢 路见不平 一声吼 吼完继续朝前走 但是你走过去 你回头瞅瞅 你的行为 有没有连贯性 比方说 圆明园的 这俩脑袋 这俩水龙头 那个时候全国暴怒 不是 可是最近 说是还在法国 有一个什么玉玺 玉玺 圆明园的 那玩意儿更是国耻 价值比水龙头高 怎么你们大家伙 不起哄了呢 就是你就是 咱要说的 拿着拿爱国说事的话 怎么这事更该学我国耻啊 就是说 这个评论就是说 我们回头 吼完继续朝前走之后 你回头是不是想一想 你曾经参与过 喊过口号的 折腾过的 那么 你是怎么对这个事情啊 被忽悠起来的 然后这个 这个应该促进大家琢磨琢磨 这里头的事儿 我觉得更多的是应该放松一个心态 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大国心态 现在如果认为你是一个大国 咱至少人 人数咱是顶级大国啊 人数最多 从土地面积上 咱们算老三 是吧 仅次于这个俄国和和加拿大 咱比美国大一点 美国大概920 咱们是960 是吧 那比他还大一些呢 那么我们算一个大国 现在我们GDP的总值说来说去 也算排了老四是老三 那我们是大国的时候 一定要有这种大国心态 你看美国人绝对不会 因为他早年的一个什么东西 弄成全国的轩然大波 这个实在是有点 咱们主要是大国诈起 就是你还得让他稍微诈一会儿 不已经诈了毛了 所以一惊一诈的 对对对 等到他真的泱泱大国 咱这个惊诈差不多了 下一趴回来 咱们谈谈马先生的遗产分配问题 强强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就说马先生讲 你看咱在拍卖会上看 这个金融危机 好像没怎么看出大家没钱了 你在美国 你能感觉到这个肾的话吗 萧条吗 这个我觉得也分在哪了 因为我觉得 比如前几天 这个通用汽车公司宣布破产 那要在他们开场那些成 或者是什么样 我觉得肯定有感觉 失业率啊 什么等等 可是我因为住在纽约 这纽约呢 就是说也分票 像我住在曼哈顿这一带 我觉得这馆子人 还是很多呀 你要到餐馆没人 那基本就不得意了 我听说就是去年开始 08年 我自己没去 但是去过韩国的 说到首尔什么这种地方 非常明显 以前非常人 特别popular 就是人特别多的那些餐馆 全是空的 就能看出来 亚洲人心重 亚洲人是有点什么事 但美国这一日吃喝 它不是太便 但是同时 比如说就是曼哈顿之外 它这个几个地方 我就听就知道 有在那个皇后区开店的 你刚才说这些奢侈品 好像不应该什么 可是我知道的 就是一个朋友的朋友 他就是在那开那个首饰 做首饰的厂 他就不行了 订单少了 我估计他也不是那种高级的珠宝 他做的是那种一般的珠宝 中档的 那就显然这个买的人就少了 就这个层面的收入的人少了 所以他就裁人 裁了四成 剩下的六成的工人 他是计价工资 还得大家分享 就是你们别都没活干了 没没钱了 咱们都轮流上班 其实工时都减少了 收入都减少 他还是有影响 对吧 包括这个周鹏 据说就是说舍周的人 就就就包括这个小孩的学校里边 都经常发通知啊 有多余的那个钱 你们家里的罐头什么 赶快都捐出去 都开始捐摘了 我们家都好多次了 对 就一包衣服 因为他比如说这个 这个你这个穿旧的衣服啊 什么鞋呀 然后这些官 捐的 不 他有教会啊 教会就是周鹏啊 就你就看着那教会外边到一定的日子 他外边都站满 都排队 金融危机受灾最重的往往是搞金融的人 就是他有大笔资金的人 你比如我朋友里有这种大笔现金的人 都在美国的一些银行里存着 如果你存在雷曼兄弟那儿 那算是瞎了 哎呦 那是超有标的人 美国不是一个金融行里的这么一个人的太太 夫人 在那儿搏框上血嘛 遭到那个全球痛骂嘛 说呀 金融危机来了 我老公见我面很羞愧 说是每个月不能拿回几百万美金了 说我呀 就我们以后每个月就不能上哪吃饭去了 就不能到哪个岛上度假了 我就不能带什么什么钻 钻几克拉的什么钻戒了 在这诉苦苦穷呢 这真是华尔街的 因为这个我认识的人里边也有不少是这种 就是比如先生是在华尔街工作 这太太就是想服了 因为前几年转海了 你知道 现在这些人确实是夹着尾巴了 而不仅他是收入有问题了 比如或者财人了 或者收入减少了 而且不是他的社会形象掉下来了 这以前 而且有一次我就记得 腐败形象 腐败形象 是腐败形象 比如我给你举个例子 前一周有一次 就是跟这么一对夫妻吃饭 结果他太太可能就说漏嘴了 本来正说着呢 我就说我还表示 就是说你们华尔街 也不是人人都是坑门拐骗吧 你们也就是从业人员嘛 是吧 然后这太太马上就说了一句 哪儿啊 他就说他老公说他们公司原来设计那个打包卖的那种就叫teaser 你这teaser就意思就是逗你 逗你出来 就逗那些就是说 逗你玩 逗你玩 比如是次贷嘛 打包让你假装让你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deal 其实他是他明明知道你这要上党 那么你明明知道他老公是一骗子 就是这样就是说漏出来 但是他他钱赚到了呀 你买了这个他当场就 所以你想这个对比我是看数字 我看一个什么组织讲啊 今年全球两亿多人要失业 两亿多呀 我天哪 这真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更关心马先生遗产了 对吧 他换话题 我觉得我很感兴趣 但他不好意思 他不能说遗产好像 可以说 没有 可以 死的就是遗产 对 他认识你那天 我就一直惦记你那点财产 我就觉得 他得多少钱呢 你怎么那么多钱 我是 几千万买一个东西 我没有 那几千万不是我买的 一般来说遗产是两个大块 一块是食物物质的 还有一个就是数字的 就是钱 你有多少钱 钱我肯定没有多少钱 我是有些东西 那东西因为有 博物管理官服 对 它有历史的积累 历史给我这么一个机遇 那时候东西便宜嘛 那我确实也考虑这些问题 对 你得考虑 我给你讲 最近你知道 那天我们还聊在香港 香港这小甜甜的遗产 千亿 那个风水师和他那个什么基金 还有港府绿政司的还有介入 就打官司 打成一锅粥 打成一锅粥 天天看电视连续剧 而且人家就说了 说这浪费这个 这个多少资源 对立的双方 每一方为了这个官司 争这个官司 都已经投入了十个亿的港币以上 打这个 这个这个官司 他这遗产总共有多少钱 上千亿 他是亚洲最有钱的女人 所以马先生 你这说 我是这样 我们觉得看别人的例子 就给自己一个警示 我首先不希望一个人在晚年 智力下降的时候来处理这些问题 这是我的一个很明确的态度 就是你脑子有清晰的思维的时候 把问题处理完 那么怎么处理呢 当然中国人呢 特别反对写遗嘱这类的东西 因为中国人觉得这事 好像都是有点不一切 你像今天一写 他能写一七八份 还不能 老写 老写 今天给你 还能给他 中国人呢 就觉得这事不是太舒服 你要让我现在真的去趴那写遗嘱吧 我也觉得挺不舒服的 对吧 对 我写过两份 我写过 我那点可怜的小财产 这次我跟你说 法航的这个飞机啊 这个这个掉个海里了 这证明我写 我就是因为我总要坐飞机 我这个人谨慎呢 我觉得万分之一 那也就是你不要给以后的人留下麻烦 然后我那点小资产 我还整天改主意的 今天他对我不好 不给他了 我会自己进行 我是希望呢 就是你在你非常清晰的时候 把这个事处理完毕 处理完毕呢 他无非就是 就是你给社会 还是给你的这个亲人而已 对不对 那么亲人呢 我们家庭构成比较简单 是吧 我们这个赶上这一代人呢 就生一个孩子 就是你喜欢不喜欢都是他 就他就这一人 对不对 他如果说我娶了五房太太 生了十八个孩子 那这个事就比较复杂 对 我没这么复杂 而且呢又没有 我这又是原配 原配 原配 从头到尾 他起码到这儿 对 他就没有什么更复杂的事 那我就希望呢 在我明白的时候 我要把它处理干净 我特 那我不会给儿子 我首先不会给儿子 我跟他说的最清楚 我的东西一定不给你 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个东西呢 不是你爷爷给我的 如果是你爷爷给我的 我得想 对不对 那东西本身不是我的 我继承的 那我再让你去继承 那既然这个东西是我们这一代人 我们这一代人是在一个生活的转折点上 抓住这个机遇 有了这个东西呢 我希望这个东西呢 它变成一个社会的财产 能够让社会来共同响应它 我当时跟儿子说 就是我再剩点什么 也比别人给你的多 就是你比如说 我肯定会把房子啊 就是家里还有一些烂七八糟的什么 他可能他随便有点东西 他也够他一般人到社会去折腾的这个量 但是从艺术品这一块 我还是希望他更多的留给社会 而不应该在我们发生意外 或者说我们百年以后 这个事情就变成就小田田这样 亚洲人都有这个问题 尤其我们这个民族 你看啊 王永庆 一去世 官司就起来了 这两天我看到 那个王文阳在美国 纽州西又起诉 说甚至说我老爹死因不明 这事都聊出来 你让死人不能安省 是吧 你像小田田 郭氏兄弟 你凡是有钱人 永远是这事 家里一言堂的那个人 只要一走 顿时就乱了套了 我觉得是一个很丢人的事 我们一定要事先把这个事处理好 今天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 我们社会给我们的好处已经足够了 我们可以有尊严的活着 就是社会给你的好处 过去有些人 你他们有天大地位 你没尊严的活着 我们上一辈人 很多人就是这样 其实这本来是一个古老的问题 就遗产处理问题 但是在咱们这一代人 中国突然变成一个新问题了 我很高兴听到你这么讲 因为很多人不知道 但上一代人根本没有财产 我记得刚到美国的时候 我看一本什么人写的自传 写的是40年 在上海一个大家族 怎么争备争遗产 这几个孩子就简直打得天空 我说这书怎么看着 就跟一碗白饭吃了一颗苍蝇 是怎么那么恶心 然后对面一个华裔的老太太 就是她华人 她就说也就是你生在共产党的中国 你对钱根本没有概念 你知道我们中国从古到今就是这样 等于我活在一个非常异常的 空白的一个时代 你知道 可是这东西现在回来了 就是等于这一代突然又有一大部分人 很有钱 那就面临遗产的问题 我是认为少则十年 多则二十年 中国有大量的捐献出现 捐献 对 因为这一代人 改革开放以后受益的这帮人 差不多都是在50岁到60岁之间 现在都这个样 再过一二十年的时候 都到七八十岁的时候 一定考虑这个问题 捐献一定非常的多 我听了半天 您这意思就是说不给儿子了 然后这些个东西捐给博物馆 我不是说捐给 这个博物馆是国家将来不是公有制 但是它是一个就类似哈佛大学 它是个私立学校 我捐给他而已 我失去对这份财产的处值权 这个财产不会给我 除了名义上给我带来好处 剩下的好处 我全都不会获得 你儿子对这神经还能保持正常吗 非常正常 他还跟我说 他说你要捐就早点捐 要不然他会影响我的婚事 他儿子挺帅的 而且是电脑奇才 他儿子竟不给我出电脑的招 怎么下载一些什么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马先生这可真是囤积了一辈子 到最后一爱人家 你还活着 硬了 我觉得不是他有时候说什么 你境界高什么 不是 是一个走投无路 因为你不能再更多的享用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给你带来的好处已经足够了 你没必要把它都吞掉 或者去糟蹋掉 再留那种货 对 这我想的比较清楚 你比如我碰到有一个情况 也是我觉得将来社会都会面临这个问题 有个 我认识一个女的 她有财产 不算大也不算小 几千万总是有的 对男人丧失信心 就是历次婚姻都极为不幸福 没有子女 患有癌症 你说他怎么办 你先说他怎么办 他马上就变成一个巨大的遗产问题 当然我很希望 就是说将来比如我们博物馆 就作为了一个 一个慈善机构 就说你可以把东西都交给我博物馆 我替你处理 你写一个遗嘱 但你这个博物馆是属于私人的 还是属于 属于一个私利的 不是我个人的 一个董事会制度下的一个博物馆 它还是一个集体运作 而且是 就跟哈佛死了以后 这个大学就永远生在这 然后一波一波的人 但跟你的这个家人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了 没有关系了 就变成社会化了 以后你儿子要到那里边拿东西也不允许 太不可能了 大多数博物馆都是私利的 都是私利的 他那个董事会和那个经营的人都有一套制度 对 怎么处理这些收藏 对你讲讲那女人的遗产 那么他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说 所有的条件都在这了 没有 他又不愿意让他的远房亲戚分他这份财产 如果他突然的恶化 去世 那么一定使他按照法律程序 遗产继承了 最远房 最烦的那些人来分你的钱 你是不是更难收 那你还不如捐 那捐呢 有一个问题 我们怎么去谈 这个现在没有人 这是个空缺 理论上讲 如果我有一个博物馆 我可以跟他谈 我保持你生前的所有的尊严 生活质量不改变 你只需要签一份遗嘱 你一百年以后 我们替你处置这个 而且我可以让你看到生前的荣誉 你比如说 我生前就给你挂一盘博物馆 你是一个理事 或者你捐了多少钱 有一个名流在这儿 这是不是很好的一件事 中国人其实就是说捐献 这慈善还是有传统的 可是他就 没路 对 一个是没路 包括在税上 减税的这个制度上 也没有一个相应的 没好处 没什么好处 再一个呢 就是说他只有通过留名 就比如说 我就捐了多少万 你得给我吧 就完了 你这大学 比如说就是李嘉诚大学 或者怎么什么 邵义部学院 这也是一个办法吧 但是你做 你不能说捐了又不让人留名 又不让人家 这俩是俩字 一个名一个例 你到老了主要是名 年轻的时候主要是例 年轻的时候你要名用处不大 你比如你跟人说 我给你个名 给你个钱 你要什么 肯定说 那一千块钱 到老了 您还有两天就不行了 您说你要什么 你肯定要名 那钱对你没用 那就是说将来我们 不要去参加马卫多购物馆 那肯定是我不回避这个事 就是说我捐出去 肯定我会获得相应的名声 这是肯定的 我不能说 我再装着说我名也不要 这个就有点不现实 没错 秦始一定记载你 就是说刚才你说 那个古根汉 就是最大的很大的博物馆 就叫古根汉 求名是一种好的追求啊 是吧 你这个历史上美名传纵 是 你不要臭名 接下来为您播出 走向2010 他生活不会因此 我就要他就沦落街头 你要留点医药的生活费 那我不是在看